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科学物理系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的教授 以及科学人杂志的总编辑孙维新 在我们的现场 文银兄 大传兄好 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一期科学人杂志 也就是8月号 有个很特别的封面 我们先从封面说起 这封面太有意思 就是可以量出我的体温 对 封面就有一个液晶的片状的温度计 贴在科学人杂志上面 我觉得科学人杂志 为了让纸本能够存活下去 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 无所不用其极 对啊 你这个根本是电子 你数位是没有办法读到的 这么无聊的事情还是要做 不不不 这很有意思啊 因为大家上来 我们现在看着 跟大传兄坐在这一块 我们周边的环境是22度 诶 我这为什么封面是24度 是我刚刚手按的上面 你按的上了 或者你这个人比较热情吧 嗯 22度左右 对 22 当我们自己看科学人杂志 你手达到封面上 你拿大拇指很压着那个34到36度 这就是我们一般人的温度啊 对 你压了不到一分钟 它就会变成那样子的颜色 这个封面就变成36度了 呃 不是封面 是这一条温度计是36度啊 显示出不同的颜色来 是 而这种调装温度计呢 它实用的情况就是 拿来给小孩测体温 摆在额头上 马上会显示出 它的温度是多少来 是 那可是这个封面显示的文章 也就是封面故事 那是极端气候热到要命 嗯 极端气候热到要命 对 就是一方面这个 我觉得科学人杂志这些年轻编辑啊 很有创意的一点呢 除了显示说 呃 热跟冷的关系 因为这期的主题文章讲的是 热到要命 还真的是要命啊 嗯 另外一个呢 也顺便讲一下液晶的分子结构 嗯 因为这个温度计本身的科学原理 也是大家值得探讨的 是 在这一篇 这个 这一期的科学人杂志里面 嗯 免不了我们要先提到 总编辑的话 看起来有点无奈是不是 什么事啊 没提到讲一下 总编辑的话 这期咱们特别讲的是台风 尤其在这几天 台风肆虐的情况底下 感觉到特别窃题啊 是 那我觉得有意思是 在这个台风里面呢 我们 一个现象叫做 科实力 Curatus Force 嗯 这个力量呢 就是决定台风在北半球 低压的台风啊 嗯 是逆时针转 在南半球是顺时针转的事情 是 我发现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一点呢 嗯 就是我们的台风 在北半球的时候 因为赤道转得快 嗯 南北纬 南北级是静止不动的 是 所以你可以想象 90度的赤道 转的速度 时速是 1600公里 嗯 到了台湾降到 1500公里 大春兄 咱们俩这讲话的时候 正是以时速 1500公里的 地球带着我们转 是 高速的转 嗯 那等到你走到了北极 你发觉基本不动 嗯 所以它纬度越高 转的速度就越慢 嗯 这是为什么呢 这种现象 在你从赤道国家 发射一个飞弹 去打高纬度的国家 你得要做修正 嗯 要不然赤道飞起来 那个飞弹呢 它就会有一个横向的力 那是速度很快的 是 你往北边打 它就会偏了 嗯 这当然军事上的用 这很像 这个我们以前 在高中军训课本上 学到的 打飞机 要射前质量 没有没有 那个前质量 你是静止的 飞机在动 所以你要打在它前面 是 所以飞机才刚好 撞上你的子弹嘛 但是这个情况 是你自己在动 是 所以你的飞弹 从地面起飞的时候 它就已经带了 一个横向的运动速度了 哎 大军兄既然这样的话 我顺便科普一下 我们常常开玩笑 说你想到美国 去探 探访你的好友 嗯 可是你又不想 花钱买机票 可是你认识一个 直升机公司的大亨 嗯 那你可以坐到 它直升机里面 再比如说 哎 台大的校园 嗯 起来 只要你有足够的汽油 停在空中12个小时 再下来 是不是就到了美国 Good morning America 是不是啊 应该不是吧 不会是这样 不是啊 哎 学生说老 我说为什么不是 学生说老师 因为有大气层 大气层没有关系的 不是跟大气层 你今天把大气层 拿掉会怎么样 学生说老师会死啊 会死不重要 科学才重要啊 大气层拿掉 人直升机坐起来 飞起来以后 跟地球 根本不连着 嗯 但是它还是会落在 原来的地方 嗯 你落下来 还是刚刚跟你挥手 Wave Goodbye的那些人啊 嗯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自己觉得 直升机是往上起飞 但是你当你到地球 以外的上帝视角去看 嗯 地球是高速旋转的 所以直升机起来的时候 根本就是顺着它上方飞的 嗯 跟着地球一块绕 速度一模一样 跟着速度 所以你以为它就往上飞 其实它有个横向的速度 跟地球自转是一样的 所以那个速度决定 你在空中就跟着绕 所以底下那个人 怎么样跟你挥手 你就是不走 嗯 然后他12小时又落下来 还落在他旁边 所以这样的道理呢 讲的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地球自转吧 嗯 那这个自转的结果 你可以想象 赤道方面的气流走得比较快 嗯 再往北边一点呢 它气流走得慢 越来越慢 所以如果这个气流 真的要打转的话 一定是快的绕回来 嗯 卷到上面去 就变逆时针了 是 南半球的话是反过来 就变顺时针了 嗯 这是为什么 我第一次去 南半球观测的时候 到了阿根廷 Buenos Aires的机场下来 第一件事就冲到厕所去 嗯 就看那个漩涡 落水漩涡是不是相反 对就到脸盆 啪脸盆那边 干嘛玩了半小时 嗯 只一直到另外智力航空 叫起飞了 然后才去去 我要飞到智力去观测嘛 嗯 但我觉得很有意思 去观测的马桶是如何 脸盆的脸盆 嗯 脸盆 我印象中记得都已经恢复 都都变成了顺时针 南半球的顺时针 嗯 但我回来讲 我这个亲身经历的时候呢 大气科学系的老师跟学生 常跟我说的 脸盆的尺度太小 嗯 显现不出来科世力的效应 嗯 可是我明明看得到 就是那个样子 嗯 更不用说最近网路上 疯传的影片 嗯 在哪里 在在Equador Equador 对 它的名字就是赤道 赤道 对啊 他们在那边村落里头 一条线就是赤道 嗯 那那小孩就表演给观光客看 往北边跑几十米 那边一个脸盆 一放水逆时针 是 在跑过来穿越赤道 跑过来以后 这边脸盆一放水 顺时针 是 观光客他妈就跟着跑 跑来跑去拍这个影片 嗯 那我觉得 这个影片证实了两件事 第一个 脸盆这样程度的水 是可以看得到 科世力的效应 嗯 逆时针 顺时针 第二个 从赤道往北跟往南 十几二十米 他就知道 就有这个差别 对 水就知道自己该往哪边转 我觉得 我觉得这当然有些人说是观光客在那边搞的造假影片啊 但我觉得这是很容易测试的东西 是 因为我看过不止一个版本 但是呢 科世力的好玩不是只有在脸盆放水了 嗯 我们在科博馆 哎 有兴趣的话 科博馆科学中心的四楼台达电所捐赠的物理世界里面 我那个时候设计了 我觉得台达电真的对我们很好 郑先生给了我们一笔钱 让我们自己来设计 我们反正是学物理的嘛 那我们就自己设计展品 那郑先生呢 他充满了工程的好奇心 他不断的参加我们的设计物理的讨论 我觉得很感动啊 里面有一个五米的圆盘 我们叫科世力大转盘 大咖啡杯啊 大型咖啡杯 对 你也讲最好玩的是 你坐在那边开始转 开始转 即使是九个RPM或者十二个RPM 就是每分钟转九圈到十二圈啊 听起来不快啊 那个速度已经够显示明显的科世力 怎么样显示呢 就是大春兄跟我坐的面对面 你坐那头我坐这头 是 我手上拿个球要砸大春兄 假设的我们的助理坐在垂直的 嘉丽坐在垂直的地方 我对着你丢过去 嘉丽在那边看着幸灾乐祸 好高兴 这球准备就要砸到大春兄了 就砸到他了 就球在空中就转弯了 刚好对着嘉丽的砸下来 其实球没有转弯 旁边的人 站在旁边的我们录音大哥站在旁边 他看到球飞直线的 只不过因为我们自己在旋转 球在空中飞的时间呢 大春兄就转开了 嘉丽就转过去了 嘉丽刚好补上刚刚大春的那个位置 所以一球砸到嘉丽身上 但是呢 嘉丽的感觉 他会觉得球飞到一半 在空中自己转弯过来 哦 哦 那个现象特别有趣 是 视觉上可以 视觉上就很明显这样 所以这是为什么科世力 就是一种假响力 它不是真正存在的力量 但你会觉得他在空中就有个力量 让那个球转弯了 好像阿里波特那种感觉 讲这些都是为了要告诉我们 跟台风有关的事情 不是 去科博管 科学中心那个体验一下 对 也是跟台风有关 台风有关 对对对 这一期 这边以台风为名的文章 内容很丰富 对 大人说 我觉得一个是台风 台风我们刚经过 为什么现在台风都越来越强 飓风越来越大 连在美国 总编辑的话里面 右边这两个图 对 你看得到那个黑色的小箭头 旋转出来了 成为一个气旋以后 往左上方对着佛罗里达州半岛 跟南卡跟北卡过去 只要他经过的地面 海面 是 海面瞬间从红色的高温 变成黄色的中温 嗯 很清楚 觉得老师根本就不要上课 不用说了 直接让学生去看这个图片 看着两张对比图 对 马上知道台风的强烈的程度 就是来自水面的高温 嗯 我们以前讲的高温是多少 超过26.5度 就是赤道跟热带亚热带啊 嗯 超过26.5度 它就会产生台风 你知道现在呢 早上我才跟我大姐 二姐三姐 我们几个姐姐连线过 嗯 她是在佛罗里达州 是 他们的海边的温度超过38度 哦 海水超过38度 这比原来预期的高十几度 对 那不叫海水 那叫温泉 所以海水是这么高 所以呢 飓风就 一个是路径就改了 嗯 第二个是路径又强了 嗯 更不用说 竟然他告诉我说 佛罗里达州也体会到了龙卷风 龙卷风 原来应该是在中西部 对 而且南部 对 中西偏南的地方 主要是南部的德州 德州东北跟 奥克拉罗马的西南 这块地方 叫 以前人把它叫做 Tornado Alley 龙卷风的巷子 龙卷风 巷道 对 巷道 Alley是那个巷道 龙卷风的巷子 那你没有想到 现在这个龙卷风 这个区域呢 往东移了好几百公里 嗯 那结果就是 那你说 往东移就往东移 反正都是美国中西部 龙卷风也是 四空见惯的 不是 因为那些州 我们英文叫做Cod Unprepared 你就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底下 碰到这些事情 他们根本就没有 龙卷风的避难设施 嗯 对 我记得他们应该是有一个 大的地窖 或者是地下室 嗯 应该是有一个 手上可以拉下来的 那个木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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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剧烈的低压 他把什么东西都吸上去的 嗯 但是呢 我大姐就说了 佛罗里亚州 根本就挖不下去 因为它的地面跟海面 是一样高的 嗯 它连那个浇水的水管啊 都是很接近地面的 所以他们说 现在白天晚上 自来水出来都是热的 啊 被晒的 对对对对 就是地上的土壤 已经遮不住 天上的太阳 对 而且他那个地方 不能挖地下室 所以你说龙卷风来了 你说他们整个社区的警报 就响起来了 嗯 然后要到哪里去躲 广播里说的 躲到你家的衣橱里 我以为躲到衣橱里 是我们小时候玩躲猫猫的事情啊 所以这个带来的灾害里面 还有一个历史 跟室内装潢的因素 哎呦 是不是对 家里头没有那个避难的地下室 可是龙卷风已经上 已经来了 龙卷风已经来了 所以这是一个美国东南的 那我另外一个姐姐在旧金山 她说他们晚上要浇花 到院子浇花那个水 以前到了八点钟以后 水的温度掉到了华氏八十度以下 就可以浇花了 现在到半夜十点十一点 那个温度还是没有下来 是 很可怕 对了 既然提到了龙卷风 我记得你以前曾经介绍过中国的龙子 是一位赵峰教授 哎对对对 他写的文章 对 赵峰教授 哎 龙子就是龙卷风 对 他那时候讲过两个概念 我听得很很很惊讶 也很震撼 第一个是竹龙 中国古书上有一种 极北苦寒之地的巨大天地之间的巨大的怪物 眼睛只要睁开了 天地就亮 眼睛关起来 天地就暗了 竹龙就是蜡烛的竹龙 那后来大家考证竹龙大概就是极光 极北苦寒之地会出现的现象 那赵峰教授呢 在好几年以前来我们展望演讲的时候 就说了 说龙 根据他仔细的研究 中国古代写的龙这个字 无论甲骨文或者经文上面的龙字 跟龙卷风的自然形象非常相似 更不用说还有龙生九子 你一个大龙卷风 白白会带几个小龙卷风的 还有是龙战鱼也 龙卷风会打架的 见龙在田 然后 都是自然现象 对 而且龙是会吸的 对不对 这是吸起来的力量 所以你会知道龙 神话里描述 他是会吸东西的 那自然龙卷风也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一期的科学人杂志里面 这篇龙卷古金坛 里面有很多 赵峰老师的 古文旗字 都是龙 对象形的描述 原来看科学人还可以上文字学 那又回到大春兄的专家了 认识几个字 至少 至少这张一张图片上 有三十个不同的龙子 你真把它每一个都拎一遍的话 就对对 在古文字里头的这个龙 就应该说非常清楚的掌握了 而且那个龙的样子 一个细细的 我觉得有点像线虫 如果说解释成气候现象 它就是那个云卷上天空的 对对对 弯曲的形状 对 你想神龙见首不见尾 其实我觉得龙卷风是见尾不见首 你会看得到它接触地面的这个地方 但你看不到它的上面 所以才讲神龙 我觉得很多若和福节的地方 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赵峰老师的文章 这一集科学人对于气候 好像有非常多的琢磨 有一篇叫做热到要命 这不是形容词 要命就是要死了 对 因为这篇文章 第一个让我看到觉得很震撼的是什么 就是它一开始的小故事是个年轻人 24岁的年轻人 墨西哥裔的洛杉矶 在哪里 在加州洛杉矶 都熟悉洛杉矶 结果你知道吗 他就在送送自己的快递 那天送了一些快递以后 自己在驾驶座上倒下来 这热衰竭就死了 24岁 年轻人 所以当然很少人去注意到 热衰竭热伤害 对于不同年龄层的影响 都以为那是给老年人的专利 不是啦 各个年龄层都很危险 可是这气温也就是超过32摄氏度 还不是特别热 对 我也觉得32对台湾人来讲 32简直就是正常的温度 对啊 但是在巴斯丁 主要是因为 我觉得那边 太阳晒了 凉冠了 对 清凉冠了 对 但是我也不能理解 因为我自己在南加州 住过那么多年 在UCLA的时候啊 刚去真的很舒服 你完全感觉不到天气的变化 天气的存在 风吹的凉凉的 太阳晒的暖暖的 好舒服的 南加州地中海型的天气 但没有想到 现在一看的例子 就是来自巴斯丁纳的例子 是 不过这篇文章里面 有个小地方 我不是特别明白 我记得Lancet这个字 外科手术使用的柳叶刀 对不对 可是你们把它翻成了 另外一个字 叫刺落针 有不同的 对 不同的翻译 是同一个东西 同一个东西 对对 他讲的是这个东西 Lancet 很有名的医学杂志 但是在这篇文章里面 当然除了讲热伤害之外 年轻人 全年年龄层 年龄层都会有影响之外呢 他还讲到是说 跟社会底层的平民区域 特别有关系 不过我倒不用讲平民 我自己前两个礼拜 冷气坏掉了 家里面也冷气 用了19年了 我也挺高兴的 坏掉了以后呢 一方面 一方面因为 吴大游科学营在忙 出出入路的跑 在家时间也不多 再方面觉得 回到家里面 夏天本来就该出点汗 但没有想到 那个出汗 真的是现在出汗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大春兄 你那个年代 我告诉你 我正要讲 我们家冷气也坏了 这没有办法 我们小时候 到了夏天 我记得放暑假了 我母亲能够让我们 拿个凉席 铺在客厅的摩石子地上 那已经很凉快了 躺在那儿 看武侠小说 谁的 卧龙生的 只有卧龙生的 没有暴力 没有色情 然后看完小说 就起来 刚好我爸下班 带回来两瓶汽水 你知道什么牌子的 黑松汽水吗 再带回来五毛钱冰块 五毛钱冰块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整个大冰块 五毛钱买的 自己拿起子拿锤子 凿成一片一片 我们家五个小孩 加上爸妈七个杯子 我们几个人的眼睛 小孩眼睛盯着 装满了冰块以后 把汽水倒进去 那个水面平到不行 拿到那杯冰凉的汽水的 感恩之心 到现在都还记得 你是想要上我们的 我们的老台北单元 不过回头 然后回头来讲 热到要命 好不好 他应该有个结论 我们50秒钟的时间 没有 我就说那个年代 竟然那个热是可以忍受的 而这两个礼拜呢 我的冷气坏了 我才发觉 热是不能忍受的 因为每天那个热出汗 我以为补充水分就好了 出点汗健康 没有想到 中暑的迹象会很明显 是的 不但中暑还长肺子 好久没有擦肺子粉了 你知道吗 要拿了个不求人 抓一抓 对 但是热倒效应 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热力学告诉你 你把这边搞冷了 另外一边就一定会热 整个都市里面热倒效应 让大家真的很难活下去 进行的单元 孙维心谈天 我们还有一个题目 在科学人之中 跟天文有关的 小行星采样 快递中 正在快回来 对 美国有一个 NASA所发展出来的 小行星采样太空船 你记不记得叫 Osiris Rex 是 就是埃及的不死鸟 那个神话里面讲的 要去的小行星叫做Bennu Bennu也跟这个不死鸟 神话是有关系的 Bennu 那其实各位真的有兴趣 可以上网去看那个影片了 很暴力 只可惜没有配音 就是这个太空船呢 底下有个长长的杆子 那杆子可能就是 挥动了一两米两三米的杆子 他接近小行星的时候呢 轻轻碰触地面的瞬间 把大量的氮气打下去 压缩氮气打进去以后 把地面的灰尘杀石吹起来 进到他这根杆子尽头的收集盒里面去 然后就飞走了 Touch and go 飞走以后呢 这些灰尘重新进到太空船肚子里面去 进到一样本舱 已经开始往地球飞了 就在这个月 大真凶 收集到的情报 24号降落 所以还不到三个礼拜了 是 我们就期待 Osiris Rex 把这个小贝奴小行星 上面所收集的泥土沙石 带回地球上来 Osiris Rex 第一个我讲的就是Origin 就是我们太阳系小行星的起源 跟生命的起源 不过大人兄 以前我们不是讲了哈亚布萨吗 是 那个准 准 日本人发射的 对 第一个哈亚布萨出了问题 第二个哈亚布萨2号 到那个龙公号小行星去 那个都成功了 所以Osiris Rex 美国人在发这个新闻 绝口不提 日本人已经先干过了 好像他是第一个 对对对 一定是这样子 那日本人在发这个新闻的时候 一定要想说 我们的准 应该说 对啊 好 这个是要把贝奴 这个小行星带回家的意思 是吧 至少把他的一部分带回地球 看看能有多少了解 好的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新的听闻知识 国科会 裂风者 裂风者又排第一 对对 因为终于 因为他时间不断的往后推 因为火箭发射的关系 时间一直不准确 现在清楚了10月5号 也就是确定吗 也就是一个月 当然 你 届时要发射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状况不知道 但现在规定的是 10月5号 是从法蜀 那个地方起飞的亚利安公司的Vega火箭 是 希望能进入601公里的轨道 那个我们再强调一遍 裂风者的意思是 他不但接收来自GPS的卫星讯号 直接接收 也会接收来自海面反射的GPS卫星讯号 比较这两个讯号 就能把海面的波涛汹涌的海面的各项物理参数 把它定出来 你可以比较两个讯号的差别 就知道经过海面 海面上造成的变化是什么 那你就可以反向去推估海面的所有这些性质 也就是说 你可以把海面上的气象资料清楚的整理出来 这对于我们前面提到的台风 或者是热带性的低气压 这个观测也有实际的帮助 裂风者号一天可以提供7万笔测量的资料 就区域观察资料 对对对 他可以把海面的资讯给的很详细 当然你可以想象最早最早的气象观测都是在陆地做的 对 海面上完全不行 到后来我们的浮卫3号跟浮卫7号 会给了一些整个大洋上面的分布的资讯 但现在这封者号直接从海面的变化开始测量 所以一步一步 未来我们对台风的掌握就会更清楚了 是 另外有一个国际大新闻 印度的月船终于啊 月船3号 顺利的着陆 登上月球的南极 这是一个大事 对 然后这个大事之所以特别对俄罗斯来讲很刺耳 这个俄罗斯前几天 它的月球25号 Lunar 25号 刚刚在月球 刚刚坠毁 摔了 对我们说过了 对加速加的不对 结果坠毁了 没有想到过了几天 印度终于成功了 8月23号被定成了印度的国定太空日 这一天到了以后就会想起来 在此前不久 俄国刚刚摔了 对 而且印度的这一个降落下去以后 它还个小车子 所以同时 月球车 月球车 大家都记得月球月船2号是失败的 是 那是失败 我们也报告 报道过嘛 但这次呢 月球3号终于成功了 而且落在月球南极 这个南极的是兵家必争之地 因为总觉得南极的水兵会比较多 那号称是第一个首度落在月球南极 这是印度的月船3号了 但是我印象中 中国大陆的嫦娥4号 落在月球南方的埃特肯盆地 那你如果坚克说起来 也算是月球南方的高纬度地方了 是 但不管怎么样 那个 月船能够降落在表面的 就代表了印度是继俄罗斯 中国美国之后第四个国家 落上去的 日本很可惜 日本前一阵那个小白兔哈骨头 是 就摔下去了 俄罗斯的那个25号摔的地方 美国人也毫不客气的 给他拍了张照片 然后很很无辜的说 这个地方怎么出现一个新的陨石 坏啊 对 好 但是印度这趟的发射发射的预算很低 这个也也似乎是一个话题 他人说你说多少钱吧 7400万美金 大概是7000不到1亿美金 不到1亿美金 那你说那些电影 那些费用 比起 比起gravity 还便宜 就是 那个gravity 我看到真的是 还好我死命抓的一次 没站起来骂人 那里面呢 太空物理的错误太多了 除了那里面唯一唯二正确的 就是 George Clooney跟那个Sandra Bullock 这么两个人跑看 其他的物理简直是乱搞 但是呢 地心引力的制作费用 还要超过1亿美金吗 那为什么不拿来 直接交给印度 发射月船5号 就好了 我觉得你可以写一篇 这个影评 来说一说gravity 究竟 大春兄啊 你怎么说到 我心坎里头去了 我一直想在学校开一门课 叫做好莱坞的电影里面 科学上的错误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这个事情只有你 特别有兴趣 特别坏啊 月球 等一下 我们那个印度的月球南极 着陆点的命名还没讲 他命名 你来说 因为你最熟悉 但是我们刚讲到7400万美金 说是说 这个费用 月船三号的这个7000四 但其实他整个 infrastructure 基础建设那些费用 都没算在里面 那些都是隐藏成本 就像你说 美国人现在 只要有发射一个太空船 就说他花多少钱 比如说1亿美金 4亿美金 你根本没算整个基础设施 那个投进去的钱 那是过去几十年累积出来的 那个成本是算不出来的 所以你光看这7400 其实你不要觉得台湾说 咱们或许不选总统 钱拿出来发射个月船几号吧 那不可能的 或许不能的 因为他整个的那个基础建设 需要的费用 他有没有运用到 其他国家已经投入的 一样 因为你说 就像我们在台湾发射 你在绕地球的过程中 需要联络全球各个地方的 卫星接触站 帮你收讯号 才知道你的卫星是活的是死的 是 那这都是国际上互相合作的 上次我们不是说过了吗 美国太空船 国际太空站的美国锻炼了 停电了 俄罗斯就20分钟就联络上了 所以你都是要互相合作 那这些东西 别人可能会给你收点钱吧 但他那整个的基础建设的钱 不是你出的 是 好 回头到我刚刚提到的 月球 就是这个印度的月球登陆器 完成在南极的着陆 好像他们把这个着陆点 特别命名 叫做 Sivshak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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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婆神之力 力是力量的力 这是跟那个新都教的三大神之一 希望 师婆 师婆 他说师婆是毁灭之神 同时也是创造之神 法间点缀着一弯明月 所以印度 是他三个神 一个婆罗门神 一个 这个Vishnu 这个Vishnu 皮斯奴吧 皮斯奴 对对对 那当然印度现在就觉得 我骄傲了 为什么 因为他说过去我们在国际社会 是坐在第三排的 那现在的在经济贸易上面 还有科技 尖端科技的发展上面 印度已经来到了第一排了 这说的普丁好难过 好 他在忙别的事 接下来印度彰显的太空实力 这个也好像跟前面差不多 月球车完成任务进入了休眠模式 这个可以说一说 对因为我们知道月球表面 如果你站在任何一个固定点的话 他会经历14天的白天 14个地球日时间的白天 在14个地球日的黑夜 因为印月球绕的地球 公转的同时也在自转 公转一圈刚好自转一圈 所以他自转非常慢 这是为什么呢 他绕地球的时候呢 如果背对的太阳那一面都是白天 但一旦绕到地球这边来的以后 原来背对太阳 被太阳照的那一面呢 完全接受不到太阳光 又要14天 那印度的这一个小车子呢 并没有那么厉害的电池 跟除能的能力 他只有在太阳照的底下 14天赶快把任务做完 所以他的mission lifetime是14天 但他现在呢 在14天到之前 也就是在9月3号4号的时候 先把他关了 希望在9月22号 重新回到太阳底下的时候 他能够再被叫起床 但现在不知道能不能把他叫起床 所以还没有办法确认 还没有办法确认 9月22号才知道 可是月球车所面临的挑战很多 包括光是气温就不得了 月球夜晚的低温 零下120度 对挺凉快的 你这冷气不是坏了吗 大成熊 零下120度 可是他发射探测器这些东西 不只是针对月球 印度还在挑战太阳的研究任务 我都觉得这很惊讶了 因为通常你说太空科技不是那么厉害的国家 他们可能是一次做一个方向吧 没有想到发射这个月船3号之后不久吧 太阳探测器也出来 而且太阳探测器要走到拉格朗日第一点L1去 直接监测太阳面对太阳的 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9月5号星期二 今天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 国立台湾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对 国立兄啊 对 俄罗斯跟印度我们今天一直听的这两个国家 还有日本 对 静香奔越 他们好像是有目标的是吧 都是把目标摆在那个月球的南极 因为月球的南极极区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呢是越印度的月船一号 只是轨道飞船 它并没有降落的 月船一号印度的第一个 就已经在月球的极区的深的陨石坑里 不见天日的陨石坑 侦测到了水冰的存在 那是月船一号它里程碑式的发现 大家都知道到了极区以后呢 陨石坑里面该有一些水 其实以前在月球上找水的任务都没有成功 你记得有一回我们讲 Lunar Prospector那个任务 它携带了一个老先生的骨灰 撞到月球表面去 那撞到那一刹那 目的是要把月球表面掀开来看底下有没有水 但那次也没有 没有明显的水的痕迹 但现在发现极区的陨石坑呢 是另外一个可能性 这是为什么大家竞相都奔往那个地方去 那不只是印度跟俄罗斯吧 日本其实也在尝试 但日本现在就是把目标再定小一点 上次小白兔死了好可怜 现在另外是叫Slim Slim就是 这是它的简称 对对对对 它叫做Smart Lander For Investigating Moon 这个名字非常直白 Smart Lander 聪明的落地 对聪明的登陆器 目的就是要研究月亮 研究月亮的聪明登陆器 所以它的简称叫苗条 苗条对 Slim 真的很小 它能好就是两米多两米多的一个 两米高两米宽的一个东西 很小 然后只有几百公斤 那落在月球表面 说是它有AI的能力 可以在落的过程中 自己去找合适的降落地点 叫做Smart Lander 但是它那么小 而且它的动力如何 它能够在多大范围里面去找 没有就是落下去的时候 它自己可以从拍的照片 反推回来什么地方比较合适 只是为了降落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不用说最近这些火星的降落器 都有这个能力 阿波罗11号就有这个能力 你如果去看阿波罗11号的记录 阿姆斯状 坐在那月上面 接近月球的时候 它整个平移了几十米出去 因为它知道底下这个地方不合适 不合适 那个年代就已经有这样子的 当时不叫AI就是了 自己能够判断地形 然后自己做决定 合适不合适 不合适 赶快移开 是 所以这是日本的 而这个Slim 2.4公尺高 2.7公尺宽 1.7公尺长 大概就是700 700公斤 不到一顿 对 好 这是日本 另外 玉兔二号探勘 到现在超过四年了 谈谈谈这个 玉兔二号 它其实做的很有趣的事情 是它能够对地面 把声波打下去 无线电波 不是声波 是无线电波打下去以后 看无线电波的回波 就有点像用声波去侦测 恐龙的骨头 你记不记得在侏罗纪公园里面 拿什么猎枪 对地面发射一发子弹 把声波打下去 看声波的回波 但这次玉兔二号用的是无线电波 能够打深入到月表下方300米的地方 以前最早能够打到40米 所以它可以把平面到40米深处的结构图 捧面把它做出来 这个很厉害 那现在是进一步深入到地下300米了 它就发现月表以下 是多层的灰尘土壤破碎岩石 甚至它那个地方 过去曾经是一个陨石坑 光是300公尺 也就是几十亿年 对 因为月球表面没有太多其他的扰动 就只有外来东西撞上去 跟当年41年以前 曾经有的月球熔岩 在月球表面上跑来跑去 大概是这样子 是 这个是玉兔 玉兔二号 玉兔一号是长河三号的 玉兔二号是长河四号 在月球背面的 人马上就要做更大的梦去实践 建立火星殖民地 可是有那么一个说法 不知道你能不能把它归类为歧视 尽量少派神经值的人上火 这是什么意思 大正兄 您是属于哪一个项目 你的意思就是我够不够神经值 我告诉你 你请我去火星我都不去 所以我是 我不是神经值会啊 我一定神经值 这个科学研究的目的 是看你需要多少人 这些人 做一个团体 他的这个聚落 这个结构 能不能支撑起一个小型聚落的生活下去 需要多少人 是 所以呢 法国在三年以前做过一个实验 波尔多 他自己的做过一个一个实验 还在Nature上面发表文章 说需要110个人 那110个人 每个人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能够帮这一个聚落火星上面的 这个殖民地呢 做修复啊 做创造啊 做什么什么维持啊 什么的 但是呢 他同时不是只有考虑到科学这个层面 他考虑到这110个人 本身的心理特征 是不是神经值反应程度怎么样 社交的能力如何 彼此是不是彼此可以好好相处 那你知道他的答案是什么 答案 神经值的人少去 个性疑人人多去 这不用你做研究 对啊 而且这个是三年前 法国在波尔多高等认知学院的教授 发表的论文 对他把这个大模型算过了好几 算过了五次 得到了结论 那人数不一样 10个人到170个人 可是最新的研究只有五分之一 对对对 现在的研究呢 就很有趣了 说只要22个人 他就可以活得下去了 不过你说神经值的人 大川兄到底怎么样定义神经值的人呢 我这样想吧 因为在这个新的报道里面有这么两句话 说只需要22个人 对不对 但是这一小金人必须有令人愉快的性格 那你意思就是说 神经值的人是让人不愉快的 这就有歧视的效果在里面 这还是对啊 人格的问题 我就不知道神经值要怎么样测试 比如说你跟你老板要求加薪的时候 看他的反应 你会跟你老板要求加薪 你是神经值人格吧 你敢 看老板是不是神经值的反应吧 对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 有意义是有意义了 但是你做出来的 他inconclusive 你光讲这个神经值到底怎么样定义 是 因为大政兄以前你记不记得 有过一次美国的那个太空站 早期的太空站 Space Lab 他跟地球人闹不愉快 跟空中人闹不愉快 他就把电关了 通讯关了 有这么一回事吗 有 关了24小时 所以NASA是那20小时联络不上 那个Space Lab 是Sky Lab的 那他在24小时里面做了什么事 那就不知道了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mutiny吗 叛变还是怎么样 他不跟你联络了 但那是 这个绝对是受到了这个David Boy的影响 他有一部有一首歌叫做Space Oddity 太空怪客 是不是 对对 但是 major Tom 主要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呢 在Sky Lab里面的太空人 觉得地面上人给他们太多工作 所以就罢工抗议 那你说太空人一般来讲 他的个性是训练到稳定到不行的 竟然都还会罢工抗议 那你说他们到底 这就太剥削的 表示说这工作太繁重 这不能说的人家神经质 就是你太过分了 对 是吧 对对对对 好了 不过太空旅行有一个好消息 这个想要听的 骨髓脂肪能够补救流失的红雪球和骨质 是吧 骨质流失造成骨质疏 一直是一个对太空旅行非常重要的伤害 我们说过如果你在太空里面不运动的话 那年轻的太空人骨质流失的速度比年纪大的女性 我们讲说女性年纪大了骨质流失 70岁的女性每个每一年流失1% 那已经很大了 但年轻男性的太空人在太空船上不做运动的话 一个月流失1% 所以你知道没有重力那个差别是很大的 但现在做研究结果 发觉骨髓里面的脂肪能够帮助你能够重建红雪球与骨骼 脂肪会重建红雪球和骨头 对对对 因为他说是这样子 平常我们在太空待的会引起太空贫血的症状 每秒钟 大人就想了以后你还想上太空吗 每秒钟你的红雪球细胞会死掉300万个 地球人 我有那么多红雪球 地球人每秒钟死掉100多万个 也不少 但是呢 他在太空里面就高了54% 是 那你如果处在这个环境底下 贫血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为什么 因为红雪球是带着氧气到你脑子去的 如果你没有重力的话 他不需要太费劲 就可以带着氧气到处跑 但你一旦你回到地球上来了 那贫血就会开始影响你的肌肉的耐力 因为 吸带氧气的能力嘛 但是呢 至少在 加拿大 涡泰华大学 对14名在太空待了6个月的太空人 发现他们骨髓脂肪是增加的 那些骨髓脂肪呢 就可以帮助 红血球 它来来来复原来增加的 是 也就是说我们身体会告诉身体 现在该做什么 比我们知道的多的多 我们的脑子知道的并不见得多少 对对对 好的 我们大概没有时间来谈欧洲太空垃圾清除任务了 下一回 ok 好好好 感谢观看